黄一博,中国内地男歌手、演员和舞者 1997年8月5日出生于中国河南省洛阳市 中国内地男演员、歌手、职业摩托车赛车手 2014年9月15日,以UNIKE组合成员身份正式出道除了他的音乐作品和电视剧以外 黄一博也参加过不少热门的综艺节目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细致介绍他参加过的几个代表性的综艺节目 天天向上,天天向上是湖南卫视打造的大型娱乐脱口秀节目 2008年8月4日首播 节目主持郑柔游王涵 前分、大张伟、黄一博四位天天兄弟组成 该节目采用全国第一支偶像男子主持团体的概念 节目分为宽快轻松幽默,获得高收视率的同时 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二、创造101,创造101,中国首当女团青春成长节目 充分展示青春女子偶像的舞台和个人魅力 拼搏精神 节目将召集101位选手通过任务训练考核 让选手在明星导师训练下成长 最终选出11位选手,组成全新的偶像团体出道 三、极限青春极限青春是国内首当原创极限竞技真人秀 整季共时期,由网络丹、黄一博、陈骁担任明星领队 由滑板圈内大咖车铃、韩敏杰、袁非担当节目顾问 六十位国内顶尖机滑手汇聚一堂 最终会产生一位本季最强MVP 并获得世界顶级极限运动大赛XGAMES的正赛资格 四、乌与伦比的发布会 乌与伦比的发布会是一档由爱奇艺推出的综艺节目 于2017年4月26日期每周三晚8点上线 顶尘第一季访谈综艺形式 继续在明星私人定制式发布会这一基础上 抬头更多互动性、气味性的创新玩法 将双重发布的逻辑构思得到全面升级 五、快乐大本营 快乐大本营新创意的主题性综艺节目 突出了全民娱乐的新概念 为普通观众或草根团体 组合打造了一个展现个性的全民娱乐平台和分享快乐的机会 同时也极力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推荐时尚 新奇的文艺表演形式 传递快乐至上的娱乐精神 突出了以观众为主体的娱乐天下的节目宗旨 六、一路上有你浙江卫视的一道明星夫妻真人秀 今夕彻组织三对明星夫妻 离乡、王燕文、袁永宜、张志玲 杀意胡可和一对素人夫妻探险老挝和欧洲 经历十天的老挝穷有考验和十天的浪漫欧洲之旅 七、大学生来了大学生来了 特为大学生的发声平台 第二季已更接地季 更贴合大学生的话题引发大学生的热议讨论 每期甄选十二位大学生意见领袖 根据话题引发唇枪舌战 从控诉所学专业到敏感的生活为话题 从资源文化到嘻哈音乐 话题不仅包括每一个上过大学的人都有的共同经历 也有时代催生的新鲜文化 观众部分年龄都能找到既熟悉又新鲜的感觉 而作为台上九五后的大学生领袖们 才不是没有故事的男、女同学 作为还没有被社会童话的他们 将以不同于成人世界观的犀利观点以及奇葩脑洞 真正为大学生发声 多角度转现出大学生族情的青春正能量 8.我爱大牌我爱大牌世纪投号人物后 将升级推出明星访谈盆内访谈 外景录播明星综艺类节目 2013爱奇艺诚意推出 全新艺人访谈综艺节目我爱大牌 节目中丰富的明星对话 头版头条热点话题各种聊 逗趣的创意作画展现大明星各种惊讶各种门 我爱大牌娱乐圈最佳宣传的唯一选择 互联网访谈最走心的良心线 9.夏日冲浪店首当展现冲浪文化 推广年轻态炒流生活方式的最圆满综艺 剩下之时在中国最美的海域 数位明星将经营起一间冲浪店 在此他们将挑战巨浪之巅的惊险刺激 遇见四海八荒的有趣浪人 潜入海底守护日益脆弱的海洋生态 夏日冲浪店给你一个海洋味的夏天 十这就是街舞 这就是街舞 是优酷和燦新制作联合推出的街舞竞技真人秀 节目已成功播出四季 通过嘉宾导师加专业舞者真人秀的模式 广邀全世界优秀街舞舞者汇聚中国 成为中国高口碑综艺之一 同时也是目前全球影响力及规模都名列前茅的街舞赛事之一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定位为国际新秀交流赛 展示世界各国众多新生代舞者的交流与对抗 本季节目以街舞世界未来之光为目标 展望全球街舞圈的潜在新力量 年轻舞者向街舞圈潜辈求交 新秀大神集结以舞会友 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与传统 此外节目希望以街舞加入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为迄今 向世界传递街舞的体育竞技精神和中国街舞文化魅力 以上是王一博参加过的几个代表性的综艺节目 他通过这些节目 向观众展示了他的多面才华和性格魅力 在大众中收获了大量的关注和喜爱 在大众中收获了大量的关注